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会稍微看到一点有关波的现象 那剩下的内容就会到电磁学2来介绍 那所以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当这个Electric Potential V跟Vector Potential 随时间变化的时候 这两个场是如何的互相的影响对方 那之前我们产生这个Vector Potential的时候呢 最刚开始是从这个Divergence B等于0上头来 在数学上头我们可以写出一个Vector Potential A 因为这个Divergence or Curl永远都会等于0 所以呢我们就变化出这么一个A的一个数学符号 那我们把它叫做Vector Potential 那随时间变化之后的话 这个Vector Potential跟Electric Potential V之间的关系 就变得复杂一些些 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Ferilis Law of Induction 所以呢磁场跟电厂都连接在一块了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Ferilis Law的这个B 带这个B等于Curl of A进来 写成这个式字 然后呢这里有Curl这里有Curl都把它一向整理到一边去 右手边等于0 所以你就得到一个Curl of A Vector等于0 那一旦有这个Curl of A Vector等于0的话 从这个Vector Calculus里头知道 这个部分可以写成一个Scalar的Gradient 所以呢我们就重新定义这个V 它是呢就是这个Gradient of V 会是里头这个值乘上一个负号 所以在这里呢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在电学里头定义Electric Field Intensity 会等于负的Gradient V 现在呢这个V呢是跟A有关系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把这个Electric Field写成是 Vector Potential对时间的微分 然后乘上一个负1 再减掉Gradient V 好所以呢这一项 这个Vector Potential对时间的微分呢 是在静电学静磁学里头没有的 但是呢当这个场随时间变化之后 我们的这个电场也跟这个Vector Potential有关系 那这个呢是可以预见得到 因为电场跟磁场在随时间变化的状况之下呢 是互相联系在一块的 那有了这两个式子之后 那我们以后如果知道这个A或者是V的话 我就有办法把这个Magnetic Flux Tensity跟Electric Field Intensity把它算出来 所以这就是一个解题的这个方法之一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V跟A怎么去找出它的解出来 如果说我有电流 我有电荷随时间变化的话 这个V跟A如何去把它解出来 那我们必须做一些整理 找出一个式子 只有A或者只有V 这时候呢我们才有办法把它给解出来 所以呢从一刚开始的地方 我们B等于Curl of A 把它放进Ampers Row里头来 这个Ampers Row里头有一个Curl of B 所以呢你如果把这个B等于Curl of A放进来的话 你就得到Double Curl的一个这个形式 这个Double Curl呢 在之前我们在学Vector Calculous的时候呢 定义出这个Vector L'Apersion 所以呢这个式子在之前我们已经看过 那再来呢这个Electric Field呢 我们刚刚才算出来就是它跟Vector Potential跟Electric Potential都有关系 在上一页里头所以我们把它放到这里头来做个整理 那做个整理之后呢你会得到这么一个式子 这么一个式子呢里头只有A跟V还有这个电流的存在 那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个Helmert Theorem 也就是如果说在空间里头有个场 它的这个Curl定义了 它的Divergence也定义了 同时给了边界条件之后 它在空间里头这个场会有个唯一解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定义了CurlA 那我们还没有定义它的Divergence 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定义它的这个Divergence在这个地方 让这个里头这个DivergenceA加上με 然后V对时间的微分等于0 那这个是因为A是一个数学符号 我们是定义出来的 之前我们在进词学里头定义这个等于0 那在这里呢我们定义这个DivergenceA加上这一项会等于0 那这个定义呢必须从头用到尾 也就是将来你碰到A的时候呢 它的DivergenceA就是加上这一项会等于0 这样子呢整个的定义才会完整 那所以有了这个定义之后 我们这一项可以把它拿掉 拿掉之后呢你得到一个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呢是描述A的行为 但是呢跟电流有关系 也就是你给开个电流 这个随时间变化的这个Vector Potential呢 会有这么一个这个形式的这个微分方程来描述它 那这个其实大家可能不会很不熟悉 因为这个其实这个部分就是一个Wave Equation 那右边这里有个Source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Inhomogeneous Wave Equation 那所以呢我如果知道一个电流 我应该就有办法算出这个Vector Potential 在空间里头的这个变化 那现在呢我们设法来看看这个Scale Potential 也就是Electric Potential 它是不是有类似的一个式子 那我们从Gauss Law开始 Divergence D等于Low 那在这里呢因为D跟E之间有个关系 也就是D等于Epsilon乘上1 所以呢我可以把Gauss Law写成这个形式 写了这个形式之后不要忘了 刚刚我们已经把这个Electric Fill 用A跟V表示出来在第一页的地方 所以呢把这个放进来之后 你可以直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那不要忘了我们刚刚有所谓的Lawrence Gage 也就是定义Divergence A 之前定义出来的 我们在这里也必须用同一个定义来计算 那这个Divergence A 才会是这个有它的Self Consistency 那把这个定义放到这里头来 那整理之后呢会得到这么一个结果 那这么一个结果呢 你把它做整理 因为这个Divergence A 已经换成这个式子 所以呢你可以把A就拿掉 所以得到这么一个 跟刚刚Vector Potential 非常对称的一个式子 那记得刚刚这个Vector Potential的话呢 这里是Vector L'A-με 然后对这个Vector Potential 做两次的时间为分 会等于-μ乘上G 那在这里呢 这个Scale Potential的话呢 这个式子 右手边这里是-Law 除以Epsilon 这个Law是Volume Charge Density 所以呢有了这两个式子之后 基本上我如果有一个这个 Source的扰动 这个Source呢可能是一个 比如说是一个电荷的扰动 或者是一个电流的扰动 那我就有办法透过这个式子 来解出我的这个Vector Potential 或者是Scale Potential 那有了这个Vector Potential 或Scale Potential的话 譬如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式子 把这个Electric Fuel把它解出来 所以在这个小节里头 我们介绍了这个Time Variant Potential Fuel 那跟之前的静电静止学不一样 这个Electric Fuel Intensity 这时候跟Vector Potential 对时间的变化是有关系的 那之前呢这个静止学里头 定义的这个B等于Core of A 还是不变 那我们利用定义这个Divergence of A 用这个Lawrence Gauge下去定义的话 那我们可以找到两个非常对称的式子 这两个式子呢分别描述了这个 Scale Potential跟Vector Potential 在有Source 在有这个原电荷 或者是电流扰动的状况之下 它会怎么样的一个这个行径 或者是怎么样改变 那这是这个小节里头 要给各位做的这个小结论 就是这两个重要的式子 那在下一节里头 我们会开始解这两个式子 谢谢